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鸟,我又出发了 这次我的计划是先坐高铁到西安 然后开始自驾 开启我的宁夏甘肃及周边地区的一个旅程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高铁 或者说是火车 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火车 那会儿还没有高铁呢 常见的就是那种绿皮火车 所以去远点的地方 一般需要从白天跨越夜晚 白天看着景色一点点倒退 总有一种跟着火车一起跑的自由感 而我更喜欢夜晚 路过旷野,路过城市,路过村庄 或蜜或书的点点灯光 总能引发我无尽的遐想 幻想着灯光下的每幅画面 每个故事,每段人生 好啦,扯远了 切回西安 西安对于我来讲有着特殊的含义 因为这是我17岁开始独自旅行的第一站 当时的西安可是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现在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点 一是食物好吃不贵 二是要小心小偷 尤其是火车站附近 三是我被传教士跟了一路 作为一个十多岁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孩子 我确实是被吓坏了 四是华清池的温泉真的很好跑 还有泥沙应该是纯天然的吧 但是真的不要夏天去,会晕的 到了西安之后天影子黑了 我就直接去宾馆休息了 明天正式开启我的愉快行程 来,带到家,带走的 好 举拜祭 巨长的一个队伍灯塔 进大宴塔了 这里不能带包进来要存包 然后灯塔额外二十五块 这里在的 这两个一个敏带一个敏服 这里就是敏长安城的中轴县了 实在是还好有点不擅垂一下 这好舒服啊 荷花的包好大呀还没开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